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較早前展開了他的訪問歐洲行程 第一站去到捷克 現在就在斯洛文尼亞 接著會轉往奧地利 最後一站就是波蘭 官乎他在頭兩站的言論 似乎他這次行程的主軸 就是要意圖聯歐濟華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蓬佩奧在第一站捷克訪問期間 除了去到捷克參議院進行一場演說外 還與捷克總理巴比斯會議 在這個會議結束後 兩人召開了聯合記者會 蓬佩奧說 與捷克總理討論了 中國共產黨和俄羅斯所構成的挑戰 他就說 中共構成的威脅 比起俄羅斯的威脅更加嚴重 蓬佩奧還列舉了一些例子 他就說 當中共被激怒的時候 就會對無辜的一方私家報復 例如說 當布拉格市長努力加深與台灣的關係 大陸取消了布拉格樂團的北京之行 當布拉格和台北簽署了姐妹城市協議之後 上海就取消了與布拉格的合作 另外他還提到 說到訪捷克的目的就是要感謝捷克在自由和民主問題上 跟美國志同道俄 他又說到 說美國已經準備好 隨時對捷克提供支持 哪個國家要欺負捷克的話 美國就會跟捷克一起 共同對付這個國家 說到這樣 其實很明顯是要聯合捷克來制衡大陸 因為大陸近年 在歐洲方面 力推一帶一路 有些國家是落搭的 例如是塞爾維亞和匈牙利 但是捷克現在被美國馬實了 不但不用華為的5G設備 而且還說到這麼深厚的層次 似乎大陸在捷克插針也沒有 蓬佩奧去捷克之後 就到訪了斯諾文尼亞 他去到當地 就簽署了一份5G安全聯合聲明 這份聲明是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斯諾文尼亞今後 將不會再受到威權主義的威脅 這就是意味著 斯諾文尼亞在當地的5G網絡建設當中 就會將華為的設備排除在外 蓬佩奧還提到 潮流正在逆轉 中國共產黨要限制自由的所作所為 正在受到抵制 而彭博說到 在過去一年 美國已經跟波蘭和愛沙尼亞等國 簽署了類似的協議 將華為這些所謂 受到外國控制的5G設備供應商 就排除在本國的5G網絡之外 大家就會看到 蓬佩奧似乎非常有決心 來推動他所倡議的淨網行動 不但要在美國那處推行 而且還軟消到東歐和中歐的國家 現在還馬實了斯諾文尼亞 終於簽署了一份協議 就是不用華為 當然就激到大陸紮紮跳 中國駐斯諾文尼亞大使館的發言人 提到 蓬佩奧訪問斯諾文尼亞期間 發表指責攻擊中國的言論 散播虛假信息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發言人還說到 中方注意到 斯美兩國簽署了5G安全聯合聲明 斯方曾向中方明確表明 上述聲明是不會針對中方和中國企業 中方就希望斯方說得到做得到 繼續為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開放 非歧視性的營商環境 到底斯諾文尼亞會不會做兩頭蛇呢? 看法都未必會 因為人家都說明不用了 況且美國還出動到國務卿級數者去進行遊說工作 叫他米鬼用華為的時候 這次大陸都是看怕被人撬長腳的 而且斯諾文尼亞在上個月已經開始鋪設5G網絡 如果他現在不用 接下來怎麼會無端白試用呢? 除非你送給他 或者送給他也不用吧 到底現在大陸在東歐國家當中還有什麼優勢呢?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就是目前美國唯一在東歐國家 踢到鐵板的國家 因為塞爾維亞完全不在美國的帳 為什麼呢?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中國和塞爾維亞展開了深度的通訊科技合作 而中國製造的監控攝像頭 也在首都貝爾格萊德那處發揮作用 協助管理當地的人流和車流 雖然塞爾維亞很想加入歐盟 但同時也希望中國可以幫得到 他發展基礎建設 能源業和科技業 並且可以從中國購買軍備 中國也提供了數二十億計的歐元貸款 用於塞爾維亞的基礎建設和能源發展 並且進行一個叫做數字思路的電訊互聯計劃 其實說到最後 這個久經考驗的中塞友誼萬古長青 又是大撒幣外交的結果 只不過今次的對象 就從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 變成了一個東歐國家 而塞爾維亞也很懂得在歐盟和中國之間遊走 盡量獲取得到最大的利益 實際上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期間 不但塞爾維亞在中國裏 得到了很多醫療物資的幫助 所以在中國和歐盟同時拉攏他的時候 他是最能吃得開的 他就可以吃盡兩家茶禮了 只要他選定其中一方 他肯定會得失另一方 這叫順德過程失數二 所以塞爾維亞總統武士奇都認真厲害 懂得兩邊去拿盡 而且他還懂得拿捏平衡點 不會向其中一方強烈傾斜 令另一方不再支援他 他亦懂得掌握中國政府的心理 在貝爾格萊德的街頭 那些電子顯示屏 寫了感謝你習大哥的海報 而且他曾經在貝爾格萊德的機場 當見到中國物資運底的時候 他還親吻中國國旗 他不怕肉貌 中國亦不怕肉貌 最重要是多做這些畫面 可以向中國內部小粉紅網民做大內宣 所以武士奇真的懂得積極配合中國 難怪中國政府這麼看待他台戲 接著又看看印度方面的消息 又是關於華為的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所說 印度已經採用上個月修訂的投資規則 決定以國家安全作為理由 限制與印度邊界有接釀的國家參與投標 並且將他的企業排除在外 這是連坐法 其實他擺明想針對中國 但很多國家與印度接釀 例如巴基斯坦、尼泊爾、北丹、孟加拉等等 現在不是其他人都不能投標嗎? 不過他主要是針對中國 說到這樣 其實就是等同於封殺華為和中興 因為他說 跟印度邊界有接釀的國家 都不能參與投標 中國就是有 所以將來 如果印度要發展5G網絡的時候 他可能會採用洛基亞 或者外納信 甚至乎是三星 因為這些國家像瑞典、芬蘭、韓國 就是跟印度沒有接釀 所以印度用到這些藉口 你也扶了他 而且他也不是沒有代價 根據彭博的報導所說 印度將華為和中興通訊 拒諸門外 就可能會導致 由目前的4G轉換到5G的成本 是會提高了35% 即是證明得到 印度根本上 要排除華為 就不是一個商業決定 而是一個絕對的政治決定 如果是商業決定的話 不會這樣做 將成本提高了三成本 就算他都照樣踢人走 擺明是在響應美國、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的呼籲 去放棄華為 當然 印度在某些領域上 他又比較領先 比如說 封殺中國的手機APP方面 他就是先過美國 他真是獨步全球 一下子封殺了200多個中國手機應用程式 包括了TikTok和WeChat 即是微信 所以這方面 就輪到美國跟回印度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